兩車碰撞後在後面的白色小巴陷入火海 火細翼波及藍色旅遊巴車尾 在上午近10點 兩部車原有宜達橋往澳門半島方向行駛 據在前面俗稱發財巴旅遊巴司機向警方表示 當時正晚駛突然被後面的小巴撞到 發財巴司機立即疏散車上5至6個乘客 他們沒有受傷 至於小巴上 當時只有56歲女司機 她雙腳受傷 胸口痛楚 送到山頂醫院治理 消防發作大約20分鐘救息火警 在救援期間 有宜達橋毆滯入澳門半島方向一度封閉 對面線只能有限渡行車 東網記者劉景輝報導 三部車 中央 海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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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海外 海外